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8日19点29分联合报记者叶佩瑜及时报道乐天队先发投手暗笑之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乐天队与原队交流赛首战,新天在天母棒球场开打,乐天队先发投手暗笑之主投三局50分 几让原队打者挥出两支灵星安打,对于自己的表现,他坦言不错,首度体验台湾的应援风格,他也直言很热闹 半笑之今天先发迎战原队21岁左头叶佳琪,也可称是生涯122胜与0胜的对决,两人都搅出不错表现 半笑之先发三局,紧被詹志瑶,林承飞各敲出一支安打,送出四次三阵,没有投出保送,无失分 对于自己的表现,半笑之表示,虽然投三局无失分,但内容还需要再进步,面对打者的感觉还可 以,也有展现出春训练习的东西,之后希望局数和投球数都可以再增加,表现越来越稳定 这是按笑之首度在台湾出赛,他提到,跟日本相比,台湾的天气比较温暖,自己投起球来的感觉还不错,而台 弯球场的气氛也很热闹,第一次体验台湾的加油风格,一开始有点喝道,但可以体验不同的气氛还不错 至于原队的先发投手叶佳琪,此战主投五局被挥三安,投出四次保送,但督 能及时化解危机,没有失分,标出七次三阵,最快球速达151公里 两队前五局打完战成零,零平手,乐天队先发投手按笑之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原队先发投手叶佳琪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乐天队先发投手按笑之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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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言烈意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郎,摄影分享 记者许正宏,摄影分享郎,摄影分享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摄影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